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文宅 現在還是6月18號 現在剛好就是有時間 然後我就來錄製這個影片 那今天是要準備講這個第五集 就是有關人獸險的第五集 我們今天要講Whole Life 那Whole Life跟Term有一點不一樣 它是一個真正的終身險 但是賣保險的這些Agent 常常給你的資訊有可能是錯的 可是Whole Life有可能是一個 最安全最穩當當的 最能夠保本的一個人獸險 那今天要開始講這個東西呢 就是首先要解釋Whole Life 跟Universal Life的這個不一樣 這樣子大家才容易理解 因為很多人去買保險的時候呢 就好像他去買維他命一樣 那維他命在Costco是怎麼買呢 這樣子講給你聽 你就是這一盒拿起來看 十六塊九毛九 看一下有多少維他命C 有多少維他命D 有多少維他命E 有多少維他命K 有多少什麼東西的這種概念 你看完之後呢 就會覺得 那總共有180顆 那我每天吃一顆有六個月 然後你去看這個成分的時候呢 去想說 我總共買了多少 那這樣的CP值高不高這樣子齁 那維他命你這樣子買的話 你在買人獸險的時候呢 或者是你在買房子呢 或者是在賣什麼東西呢 你就會遇到一個這個Dilemma 就是所有東西你都要先看一個CP值 然後你都要找一個最便宜又最好的東西 那這就是你最容易買錯東西的一個關鍵齁 那今天要來講的就是 Universal Life跟Whole Life的這個不同 首先呢 因為Universal Life在第四集的四支一和四支二裡面 我們講了大概三十幾分鐘 Universal Life是什麼 複習一下 Universal Life裡面有一個 Cost of Insurance 就是它的Premium 它的保費 還有一個Policy Fee 然後還有一個Cash Value這樣子齁 那這是構成一個Universal Life的一個東西 Whole Life呢 它不是這樣子給你看的齁 Whole Life就是一個Premium 就是這樣子 它在賣給你的時候 它給你看這個Illustration 就是說 第一年多少錢 你的保費多少 然後你的Premium 這樣子 然後你的Cash Value是多少 然後它給你三個Column 那三個Column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Column是 就是現在Current Market 它的Column是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說 跟第三個的中間值是什麼 所以第一個Column是現在Current Market 第三個Column是Guaranteed Guaranteed跟Current的中間就是第二個Column 那 Whole Life呢 就不會告訴你它的Policy Fee是多少 它不會告訴你它的Insurance是多少 那Whole Life跟Universal Life還有一個不同 Universal Life呢 它的Cash Value給你的是Interest 就是給你的是利息 那如果你是買IUL的話 它把這個錢放進去是買這個 Indexable的S&P 就是標普的指數 或者是Variable的話 它是給你買Mutual Fund Whole Life呢 通通不碰這些 Whole Life只買一樣東西 保險公司的Fixed Income呢 只買一樣東西 就是美國的國債 所有的Whole Life只買這樣子的東西 美國的Treasury Note 就是美國的國債 不能買別的 它不能去給你投資一個什麼 建築物 它就是 它投資建築物這個東西 不可以放到它的Whole Life裡面來 那Whole Life呢 其實 其實這種公司很多時候 他們都說他們是Mutual 叫做 互惠的一個保險公司 所以 你常常會看到這個Mutual這個字 在這個裡面 因為 他們覺得他們是在互惠給你 就是他們去買 這個國債 那你可能買不起國債 那他買了這個國債 分給你它的紅利 讓你也賺到錢 這是他們之前的這種概念 但是實際上他們是做什麼的 我講可能很多次了 保險公司就是賺錢的 它就是為了賺錢而賺錢而賺錢的一個公司 它是賠償的時候 才是它的 就是說它賠償的時候 它才是在做一個回饋社會 有社會責任的公司 然後這個時候他們每個人都是高舉起大喊 我們是最棒的公司 我們第一個賠償這樣子 實際上面 平常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它一直在拿你的 每個月交的保費 變成它的錢 就是這個概念 那現在Whole Life呢 因為它是一個Mutual公司 它是拿去買這個Fixed Income 美國的國債 那我今天只覺得說 如果我買保險的話 我有可能買這個Whole Life的話呢 我大概只會看四家公司 抱歉 我只會看三家公司 其實我只相信這三家公司 沒有第四家 首先就是 這三家公司是哪三家呢 第一家就是 Northwest 就是西北 Mutual Northwest Mutual 第二家公司就是 New York Life 就是紐約人壽互惠公司 互惠保險公司 第三個就是 Mass Mutual 就是 麻省 互惠保險公司 Massachusetts The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只有這三家公司 那為什麼這三家公司 我看好 首先是這樣子 這三家公司 都是一百多年的公司 然後他們的Rating 一定都是AAA是最好的 而且他們的這個 因為他們 非常非常的保守 還有就是 你要知道 Whole Life 在做什麼事情 Whole Life 因為非常的昂貴 所以很多人 最後負擔不起 他要去 surrender 掉 或者是他 沒有辦法 繼續負擔的時候 Whole Life 是一個 他最賺錢的東西 任何一個時候 人只要去 surrender 他的保險 就是 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他的 錢 沒有了 然後保險公司 把他錢賺走了 這就是保險公司 賺最多錢的地方 不用去賠償這個 Death Benefit 然後你付的錢 還變成他的錢 那 Whole Life 是 是一個 這樣子的概念 Whole Life 在第一年 第二年 你幾乎看不到 Cash Value 所以 Universal Life 你有一個15年的 Surrender Period 所以他每一年 有一個 Surrender Charge 在這個頭15年裡面 所以 你的很多錢 你看得到 但是你沒辦法 全部拿出來 但是 Whole Life 不是這樣子 Whole Life 是一樣的概念 但是你看不到 這個 Surrender Period 是多久 但是我可以大概告訴你 Whole Life 的Surrender Period 是多久 我的經驗值裡面 可以告訴你 Whole Life 類似是十年左右 那 Whole Life 是這樣子 如果比方說 你今天 三十 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 去買 一百萬的這個 忍受鞋 你一定要先知道 就是 你總共 要付多少錢 如果你沒有辦法想透 你的這個錢 是 用多久的時間 去付多少錢 去換這個 一百萬的這個保險呢 請 回去 看第四集 因為 第四集的 Universal Life裡面 我講到一個概念 就是你拿多少錢 去換多少保險 你一定是 保險比較大 你付的錢比較少 你才有可能買嘛 你不可能是說 你付比較多錢 去換比較少的保險 那 你 直接把錢送給保險公司 他當然就是說 欸 我要啊 你要比較少的保險 那我就 扣除一點 那我還少這麼多錢 沒有這道菜的嗎 那 Whole Life 呢 是一樣的 假設 你現在三十五歲 然後你要買 一百萬左右的保險 你有可能 你總共的這個 Premium 要去付的呢 是類似是 呃 三十五萬到四十萬之類的 沒有到一比二 但是有可能是 比方說 一比 二點 二點五 之類 二點二五 之類的齁 那 這是什麼概念 呃 所以我要先講回來 因為 Whole Life 呢 你在第一年的時候呢 你放進去的錢呢 你放進去的錢呢 百分之九十是被 你的保險的經濟 還有他的Manager 還有保險公司 還有他需要去買另外一個保險 過來保你 所以 其實 Whole Life 在買下去的當下呢 保險公司是不舒服的 因為他要先吐錢出來去付 經濟的這個佣金 那 他還需要再去買一個保險 因為你假設真的死掉 他是沒有錢賠你的 所以他也不想自己去賠 所以他就拿 一部分他的錢過去買另外一個保險 過來保你 這個 這一段 所以 Whole Life 在一買下去的時候呢 第一年幾乎看不到Cash Value 比方說你一年放了三萬塊錢進去 可是你的三萬塊錢裡面呢 有可能 你看到的Cash Value 只有五十塊錢 一百二十塊錢之類的 那你就等於是三萬塊錢打水漂了嗎 因為你三萬塊錢就變成 你今天要取消的話 你只拿回來一百塊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年的時候 也沒有好太多 因為如果你懂這個 Agent Commission的這個Structure 你的頭三年 不太會有什麼Return的 那這個概念就是說 你要先理解 Whole Life 是你在買保險的概念 你同時買保險跟同時儲蓄 然後因為它不給你看清楚 它是混雜在這個裡面的 所以你必須要理解 How it works in order to proceed 你第一年三萬塊錢打水漂了 第二年的三萬塊錢又打水漂了 可是你第三年開始呢 你的這個 放進去的三萬塊錢 你有可能看到 有一兩萬在這個裡面 你差不多要到第四 第五年的時候呢 你才會看到一個這個狀況 就是說 你放三萬塊錢進去這個Policy的時候 你同時間這個年底看到有三萬塊錢 或三萬多一點點的錢 的成長在你的這個Policy裡面 所以你必須要先把一個這個 這個人壽險 這個Whole Life呢 分成幾個階段 頭三年呢 你真的就是只是在買保險 你的錢是不見的 你是從可能第四年 第五年開始 你的錢的累積才是說 你放三萬它漲三萬 你第二年放三萬它漲三萬 以前三萬兩千 你是後來居上的 那這個概念呢 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不甘願 你看到前面三年 你的錢呢 就打水漂不見 你就沒有辦法買 買Whole Life 因為Whole Life就是這麼的困難 頭三年呢 所有的錢通通都是 Cost Cost 全部都是 Cost of insurance Cost of everything that you're buying 沒有 沒有什麼 那個 那個 但是 Whole Life有一個東西 跟Universal來不一樣 Hole Life的一些公司呢 我今天要講的這兩家公司呢 是 Mass Mutual 跟 New York Life 這兩家公司都有一個產品呢 是 完全 Guaranteed 多少個Pay 可以 付清 就是 Pay off 這個人壽險 首先就是 賣Whole Life的保險經濟 喜歡賣你Whole Life 因為Whole Life的Premium比較高 每個月的保費比較貴 那 保費越貴呢 人壽險經濟的佣金就越高 這是無可置疑的 世界上面就是How it works 你賣一台 這個 100萬的車子 這個 車廠賺的錢 絕對是比 賣一台 3萬塊錢的車子 要 多的多的 它不可能賣100萬的車子 然後它只賺 200塊錢 不可能的嘛 那 人壽險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說 人壽險 它 通常賣你的時候 保險經濟 他們常常賣就是普通的Whole Life 它跟你講一些東西都是說 大概付12年以後就不用付了 它說不用付的這個概念呢 是什麼 它說不用付的概念就是說 你裡面的現金值啊 裡面的Cash Value 成長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然後依照今天的這個Payout 今天的這個Dividend 這個紅利的這個比例 今天的這個國債可以 Yield的這個Return 它可以告訴你說 你付了12年 以後 你裡面的錢 就可以Generate 足夠的錢過來付你的Premium 你就不需要再繼續付這個保險了 Makes sense嗎 我再講一次 它的意思是說 你比方說每個月付3萬塊錢 不 保險每一年付3萬塊錢 你付了10年就付了30萬 你付了12年你就付了36萬 你付了14年 你就付了42萬 這個時候在13、14年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保險裡面 已經有四五十萬的現金值在裡面了 假設沒有的話 你不可能繼續付錢的嘛 你付了40萬 然後裡面只有2萬塊錢的話 你的錢就是又打水漂了 你不可能買單的嘛 那人壽險呢 比這個whole life要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因為 它已經factor in 你的這個保險 到你年紀越大的時候會 cost 會越高 所以它今天就開始用一個高額度 到你的今天的這個稅數 有可能比方說是100歲到健身的稅數 它就直接aggregate起來一個價值 就是說 你真正的保險是要付多少錢來買這個額度 依照你的現在的健康狀況 依照你現在的年紀 我就是現在就是這樣子算好給你 那你現在付了40多萬的時候 40幾萬的時候 或13、14年對不對 你的這個錢裡面一定是超過你付的 50萬如果每一年比方說 它可以yield 6%的時候 那它就又可以generate出來 3萬塊錢的dividend 那這個3萬塊錢的dividend 就可以自己過來cover你的人壽險 你就永遠有這個100萬的保險 然後不用付 但是這個概念呢 是一個不穩定的概念 不是說它不會發生 而是它不穩定 因為你不知道十幾年後 利息、國債會是長什麼樣子的 所以很多人呢 付了十幾年之後呢 他出現的問題就是 他還是要繼續繳保費 所以他覺得他的保險經濟騙了他 可是保險經濟賣給他的時候 這個概念是因為 你只要儲蓄足夠的話 他每一年generate出來的dividend 就可以買 是沒有錯的 可是呢 因為 利息啊 你如果買過國債的話 你如果買過這個 這個美國的債券 美金的這個債券 你就會知道它已經夯了40年了 它從1980年代 到這個今天啊 它就是 利息是一直在往下的 然後 它的債券的這個VIA率 就是一直在往上衝的 欸是怎麼反過來的 往上衝的 所以 利息一直往下 然後Premium一直往上衝 所以 很多人最後呢 他的人壽顯是沒有辦法 自己cover自己 不能self-generate 所以 紐約人壽就出來了一個產品 叫做Custom Whole Life Mass Mutual 就出來了一個產品 叫做 Ten Pay 十個配 其實它有一家公司叫做 Guardian 就是它有一個65歲 pay up的 然後 其實大家就是類似有這種概念 那 今天講這個whole life呢 我覺得 我有可能也需要講 講到下一集 但是我就會把它分開就是 下一集就是第六集了 今天whole life要講這個 Ten Pay 我們就拿Custom whole life 紐約人壽的Custom whole life 跟Mass Mutual 來打一個比方 假設今天你的 人壽顯是 death benefit是 100萬 那 你Ten Pay的時候 比方說你是35歲 你的Ten Pay 有可能一年要叫 比方說35000或37000這樣子 就是你 總共需要付掉 37萬給保險公司 來換100萬的保險 可是呢 我為什麼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D 我講給你聽 首先我講過 第一年第二年幾乎看不到 這個value在裡面 對不對 可是第三年開始追回來 第四年開始追回來 可是你差不多到 第十年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break even point 就是你放了37萬 到這個保險裡面去的時候 同時間 你看到你的cash value 也是差不多 36、7萬上下 35、6萬上下 那這個狀況 就是說 你的錢 還是你的錢 因為那個cash value 是沒有surrender charge的 所以 你要說拿出來的話 你的錢還是你的錢 你就保本了 那十年這個保本的這個概念 是 是這樣子 你只能去這樣子想 我十年的37萬的這個保費 我所換回來的是一個death benefit 是給我的家人 中間任何一個時候 我如果冬瓜豆腐了 或者是飛機追擊了 我的家人 贏錢 對不對 你每年才放37萬嘛 可是你的death benefit 看你是幾歲 你有可能是50萬 有可能是80萬 有可能是70萬 有可能是100萬 看你幾歲 那如果你 我先死掉了 我的家人就是贏了death benefit 假設我沒有死掉的話 是不是我的錢還是我的錢 因為 到第十年的時候 假設我的cash value 還是37萬 我放了37萬 在這個裡面 那這十年不是就等於說 我一直有這個death benefit 這個100萬的這個保險 可是今天開始 第十年開始 我不用再付寶費了 因為custom whole life 跟這個mass mutual的這個ten pay 是guarantee的 它不是一個agent 一個保險經濟跟你講說 你付個13年以後 就不用再付的一個whole life 它是白紙黑日寫的 就是付了10年以後 你不用再付了 它也不給你再付了 那你的這個產品 一旦你付輕了 你的錢還是你的錢的時候 你的快樂就是在這裡 因為它每一年所成長的這個dividend 絕對是比你放在銀行裡面 要漲得多得多 同時間你的保險等於就是 永遠是你的 你不用擔心 那你這個錢呢 越漲越多的時候 你的保險會不會漲得多 會 因為whole life就是這樣 它為什麼叫互惠 它的部分在這裡 OK 你放了37萬 到這個policy裡面 你的這個death benefit 有100萬 但是這是因為你在35歲的時候 做這件事情 你現在45歲了 你有37萬存在這個裡面 然後你還是有100萬的這個保險 然後你到50歲的時候 你這37萬往上漲 因為它每一年就是37萬漲到了 比方說它有5個percent 它每年漲了1萬多 那不是37萬就漲到了38萬多 那38萬多漲了39萬多 40多萬 它漲了5年 你到50歲的時候 你裡面已經有40幾萬 你的保險一定是跟著漲啊 因為它裡面的現金值越高 你的保險就會跟著往上跳 那這是一個未來我需要解釋 就是什麼叫做paid up edition 因為whole life是這樣子 它沒有辦法說 你放了100萬進去之後 你只拿到一個90萬的保險 它永遠就是 它的人壽險的那一個額度 一定是超過你的cash value的 所以才會make sense 那因為它貴 它貴所以它的這個保險呢 是很很穩當當的 尤其是這種我們講10個配的 那cash value life 就可以選5個配 或6個配 或7個配 或8個配 或到你75歲 就是看你是幾歲 你可以自己選 可是呢 你盡量要選一個10年 12年的這個policy 因為未來的幾集裡面 我會講到有關mec 就是modified endowment contract 如果你hit這個mec 他們叫mec modified endowment contract 你hit這個mec 你的人壽險的價值呢 就是不再是你可以自由拿錢出來的 那whole life有一個什麼好處 whole life這個好處 跟universal life 這一件事情是雷同的 當你的現金值在裡面的時候 就是你有cash value的時候 你隨時是可以把裡面的錢借出來的 那比方說你存了37萬 在這個whole life裡面 那它就像你的銀行的帳戶一樣 其實你沒有花到錢嘛 你十年來了以後 你的銀行也沒有付你比較多的利息啊 你的37萬只是從銀行轉去了whole life 那你的whole life跟銀行每一年的成長 會越差越多 因為whole life在買的是一個大額度的這個 這個債券嘛 所以它每一年所得到的紅利 什麼是一直往上漲 然後因為你又是它的客人 然後你有多少人壽險 又有多少paid up的這個addition 它的各種計算就會讓你的紅利變更高 你的紅利更高就會買更多的人壽險 叫做paid upaddition 你有更多的paid upaddition 它就會發給你更多的紅利 它就是兩邊這樣子慢慢往上成長 那whole life就是有一個這樣子的概念 你要知道whole life已經在paid up了 你的錢就不可以再放進去了 它paid up就是說 permanently 所有的錢就是這個樣子 你可以借出來 但是你不可以再放進去 它這個paid up就是完全的給你 那如果你去有一個累積財富的一個概念 你一定要懂什麼叫做rule of 72 rule of 72 就是說用72去除以你的每一年的利息或紅利是多少 那這件事情就是會告訴你你的錢需要多久才會double 比方說你的紅利如果是4%的話 那72去除以4的時候它就需要18 意思就是說你這個37萬在第10年你看到你的37萬 它要double跳到74萬的這個時間是需要18年的 如果紅利是在4% 那你如果放了18年就是你35歲買的45歲pay double 你有37萬 那18年以後你不是63歲 它的這個成長從37萬去想到74萬的話 你的這個人壽險一定會從100萬再往上漲可能漲到125萬的這種概念 因為你成長的這個錢還會繼續買人壽險嗎 那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因為whole life呢 有involved一些別的concept 那我需要就是分第二集來講 可是我覺得第二集有可能就不用再去介紹這個whole life 所以下一集就會是還是第六集 但是會開始講到這個什麼叫做paid up edition 什麼是reduced paid up 然後叫mac 那我有空再回來錄 所以今天就把第五集也錄完了 謝謝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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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